哈囉 大家好 我是禮拜二的資深菜哥 然後我們這個禮拜是跟網友爭詞嘛 對不對 我覺得在寫上難度蠻高的 因為自由度比較低 就變成說 我出的主題是青春嘛 那大家有關青春的故事都不一樣 那你想到的句子都不一樣 他的困難點就是他的長度可能不一樣 那你有時候覺得這一句很棒 可是他跟其他的觀眾的運動沒有壓到 變成說只能捨棄掉 因為我覺得玩這個就是不能改你的詞嘛 如果改詞的話就不有趣了 所以在詞的安排上我覺得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我覺得這次挑戰蠻高的 然後我這次本來是想要寫很青春樂鞋的歌 可是按照這個詞的走向 好像大家都比較大家都很不一樣 所以我這次也不知道我寫出來 這算是什麼風格的歌 但是還是有保留一點點搞笑元素 但是怎麼樣的一個搞法 等一下大家聽了就知道這樣子 然後我這次主要的做法就是 先把大家的詞都複製下來 然後我就進行分類 然後還要搭配手機你知道 因為我要看手機還有沒有人心留言 一個很浩大的工程 OK 那就來吧 好 好 Fourly 設立山欧遊 就是沒有女朋友 上個廁所攔截口 只會看你一分鐘 夢裡幻想牽你手 現在期望卻落空 超强的啦 想要吸引你注意 故意捉弄不理你 其实不敢说 我喜欢你 要是我勇敢行动去追求 下面三句都可以带走 今年底 嫁给我 今年底 嫁给我 今年底 今年底 嫁给我 啊 想干嘛 七月半的那个夏天 遥远的侧脸 在我想念的好几天 闭上眼 你让我心跳露了 这两拍的瞬间 嫁给我 新年底 嫁给我 新年底 嫁给我 新年底 你嫁给我 嫁给我 我是一个预言家 昨天晚上 我查验了你的身份 你是我喜欢的人 祝大家礼拜二愉快 对了 马叔叔的主题是 看一下 马叔叔的主题是 暗恋 大家要在YouTube下面留言 暗恋的哦 留言 就这样 拜拜